捷耐家发生一起出货意外 一辆休旅车违规跨越双黄线左转 导致后方机车骑士闪避不及 追账之后倒闭不起 机车载着一桶甲本 结果露满了地上 就怕引发火事 亮成二次的意外 警交立即洒水失事 并且出动了空拍机拍照定位 以往要花上20分钟的人力测绘 大大缩减只有4分钟就可以搞定 画面中一辆橘色休旅车 一是没注意到后方车辆 没打方向灯就突然跨越双黄线要左转 导致后方机车骑士闪避不及转了上去 整个人瞬间喷飞倒地不起 机车上的桶装液体更是漏了满地都是 这惊险场面就发生在吉安乡建国路二段 双方驾驶酒驾值均为零 在送医后都没有大碍 但真正吓人的是 这杀了满地的竟然是毅然误甲本 就怕一个不小心引发火事 警消立刻洒水稀释 并出动空拍机加速现场的拍照定位 现场处理远景有发现毅然溶剂的甲本 通知消防队至现场稀释清销 而令通知当事人家属领回该溶剂 双方九侧值均为零 相关造势原因由本分局调查当中 一般事故现场远景都要穿梭在车证当中人工测绘 通常要花上15到20分钟才能完成 但现在利用空拍机则可以大大缩短作业时间 短短4分钟就搞定拍照定位及测绘 除了资料更加精准作业效率提升 也保障了远景的执勤安全 记者徐立清捷衡报导